前进观测也是因为我相信 虽然我并不很具体了解 国防部在那附近一定也有部队 所以国防部应该直接跟当地的指挥官 就说明叫你前进去观察 去了解实际需要的情况 我想这一点不需要透过 因为本来的机制是 县政府是一个转轴点 将资讯转轴点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县政府没有什么动作的话 我想国防部自己透过自己的 前进去救灾应该是可行的 我们现在这信息一直进来 刚刚讲的橡皮艇去救了十几个人 还有有救到就救走了 但问题是学校 现在第一天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嘛 昨天停课嘛 今天回去第一天 然后就碰到淹水不赶快处理 对所以既然我想这个地方首长 或甚至总统 你做了什么决定 那个政治责任就你得扛 我呼应刚刚静平提到 那个煤气台风 其实下个月九月 就是这个凡纳比台风 那之前在高雄 去年在高雄也很惨 什么廉词谈到底有没有泄洪 这个里长说 我这边明明有盖那个机组 可是没有抽水机 过了快一年了 只有一组了 过了快一年了 高雄那时候淹成什么样子 那我请问高雄地点署 民进党那些立委不讲 哇 那个邢太昭做检察长 做得好啊 好在哪里 查了快一年了 邢太昭现在掉走了 那案子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不能重复这种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 说一定要究责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你盖了抽水栈 结果没有抽水机 这个叫做天灾吗 你抽水栈盖好了 里面没有抽水机 没有发电机 那你干他干什么呢 没有人要负责 我请问大家 七海兄我不是 我这个都有所本 最近几年都是 谁在干高雄市长 从吴敦一输给谢阳廷之后 这几任都是谁在干高雄市市长 都是民进党你从的 民进党你去去 结果没去到 你都要找谁算是 总统也有责任 我当然没意见 可是我强调一个重点说 谁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到底问题弄清楚了没 如果问题没有弄清楚 我们遇到这种极端型的气候 以后这种画面 大家又一直重播 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把问题找出来 对 这现在是 我们在讨论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林方立委有给大家看嘛 事实上军方跟国防部 有给你们讲说 每个立法委员 你们需要什么帮忙 有发现灾情对不对 那至少民进党 现在在屏东在高雄的啊 雨还在下啊 有问题至少他们 跟他们县市长讲 跟国防部讲 每个立委都有 不是只有国民党 每个立委国防部都有 告诉他们 你们要跟谁联络 那个联络官叫什么名字 你们如果你们的选区 有需要服务 就立刻打这个电话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形就是 刚刚我同意立民党讲的啦 就是说你军方就直接去联络吧 这是第四战区嘛 第四战区现在是 至中兵于东港啦 但是看起来一下车程的状况 比东港这个地方 还要临边这个地方还要严重 那他们 我相信他们已经有转移兵力 应该去车程这个地方来救援 其实我们要放下口水 可是对不起 我要讲说宋楚瑜 或许做秀也好 做事也好 可是小英主席虽然停止竞选活动 你今天刚刚说什么 他这场在干嘛 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他如果身为一个民党党主义 应该要赶快指挥他的立委 赶快看他的地方有什么需要 赶快做一些整个 他立委也很多人啊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能因为我是停止竞选 又表示我关心台风 那两码事啊 不不不 他们讲这我要补充一下 当初八八风在的时候 刘兆全院长 那算是刘院长啊 去住国军英雄馆 被骂了半死啊 蔡英文跑去高雄住哪里 光光饭店 住光光饭店啊也没事啊 所以其实好像我们要承认说 我们对蓝绿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以住国军英雄馆 国军英雄馆林一方委员 竞选都很熟 国军英雄馆是要挖豪华啦 蔡英文去住五星级饭店 你没有人怎么样啊 我都人定的我就去打了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去住 你觉得会怎么样 对不对 郝龙斌去年花博来的时候 不是有台风来吗 郝龙斌去睡花博的场地 也被骂做作秀啊 所以郝龙地方首长不好做 总统不好做 可是我们那个标准有没有一致 我认为是不一样 姚老师我们现在都正面去思考了 就是说包括蔡英文 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你现在不是只有党主席 你现在是总统的候选人 现在南部这些下大宇的地方 这几乎都是民进党执政啊 讲讲话者看怎么办嘛 民众要检视 检视马英九同时也检验他 这一点真的是善良的民众 他真的是在受灾受难的时候 他呼救 可是过去了以后 他并没有把责任归给地方政府 那事实上这一个问题 我必须说高平地区 长时间并没有做根本的解决了 那都会可能稍微好一点 像市内的 高雄市市内 可是高雄县平东县 我自己的理解 实在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个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这个车程 而且雨还没有停嘛 最重要 他这个雨量还准备要往上 继续要增加几百公里 所以从这个九路上来看 我认为地方政府好像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马英九至少学到了一些 我不认为马英九在未来的台风 会影响他任何的政绩 因为他已经学到了一些做法 而且他现在做得蛮好的 可地方政府好像无所谓了 因为我的感觉是说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指示 没有任何命令 看到了只是国防单位在作业 看到了只是民众在自救 然后自己 然后有一些消防单位呢 在帮忙 其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动作在做 我觉得这个时候蔡英文 当然我期待她时代不多 因为真的讲 刚才汇文提的蛮好的 就是说蔡英文既没经验 又不懂行政程序 所以这一方面我是觉得 民众在这个时候 真的可以观察 未来一个行政能力 对于人民身家财产还是蛮重要的 其实蔡英文她在最新的文宣上 有讲说我们应该主动 救灾不是执政党的事情而已 就是在一党应该主动 然后受灾没有颜色 救灾没有颜色 既然她会这样讲我觉得很好 就像刚刚几位前辈来宾 有讨论到了 但既然她也自己也提认到说 不是只有执政党的责任和事情 那这个时候 我倒建议她学学宋主义好了 打个电话给曹启宏嘛 那民进党的这些 在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高平 在屏东地区这些立委 或是县市议员 这些民意代表 是不是也帮蔡英文 帮他们自己的党主席 然后跟地方的这些曹启宏联络 然后怎么样来协助大家 包括刚刚林玉芳委員所讲的 知道军方的一个联络窗口 赶快提供出来 或是主动跟军方做一个联系 他们可以在中间 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 可惜没有做 如果他们做了 也许他们要不要发新闻告 民进党要不要发新闻 他们自己决定 但至少在这个部分 他也不要展示出 不落人后的一个状况 蔡英文现在是总 是候选人对不对 是准总统 有可能当总统的啊 他当然要好好 他有关心这个事 总统候选人身份倒在其次 你是在野党的主席 党主席 你底下像南部 几乎都是你们民进党在执政 那其实不要说今天 他可能大家念一念啊 他晚上搞不好就发一个消息 关心一下 可其实从昨天开始 他都没有角色 这两三天他都完全没有角色 那你民进党这些执政的县市 你难道都不关心吗 你当党主席都不关心吗 另外我倒是有个建议 南部人他常常觉得说 被北部人冷落 中央比较照顾北部人 我看这未必是实情 看哪一方面 你说中央机关都在台北 这是从这个日据时代都这样子 不是这样吗 所以大概是很难做这样的改变 但至少这个时候 我是建议像台北市的郝龙斌 新北市朱立伦这样 南部执政的这些县市的县市长 你们本身没有受灾的 你们应该想办法像以前这样 我知道以前有 比如说郝龙斌他们就到屏冬去帮忙 看要救灾或要提供什么物质 抽水剂这些他们都有做过 我觉得这一次又这么的严重 我如果南军执政的县市的县市长们 要赶快整合资源 然后再看 今天可能还一下子帮不了忙 因为有的要军方才插得上手 他们当然插不上 但是接着一些重建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南部的县市 这个北部的南军执政的县市长们 很慷慨的很努力的 很大方的来协助南部民进党执政的 这些县市来复原 好 我们要帮我们金方鼓掌加油 他们装脚车刚刚进了这个车城乡 这个新什么新街村 对不对 那边淹水已经150了 他们救了很多人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问了 中央地方在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台风的时候 这前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个是不是整个罗斯内广阔会拴紧 现在雨还在下 大家都加加油 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慢慢回来